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2012年举行第一次听审 此后陆续进行数十场听审 但都停留在预审阶段 在因为新冠疫情中断17个月后 本案今天在一名新法官主持下重新启动 也是第八位主持审理的法官 审理程序将在古巴东南部 关南纳摩湾美国海军基地 一处戒备森严的军事法庭进行 五名被告中 穆罕默德被认为是911事件的主谋 他是巴基斯坦公民 在科威特长大 据信他于1996年首度向盖达组织首脑 宾拉登提出以飞机冲撞美国 2001年9月11日上午 盖达组织恐怖分子 挟持四架民航客机 其中三架分别撞上纽约世界贸易中心 双子星大楼和美国国防部 另一架被机组人员制服 并坠落在宾州 全案共造成近3000人死亡 美国撤军阿富汗饱受国内外批评 参议院外委会开出纠责第一枪 预计14日召开听证会 检视撤军过程 国务卿布林肯将列席作证 预料会面对来自两党议员的尖锐拷问 美国8月30日完成撤军 但由于撤离过程混乱 迄今至少有100名美国人 滞留在阿富汗 阿富汗也比美方 原先预期更早落入民兵组织塔利班手中 让拜登政府面临不少质疑与批评 纠责声浪 四起之际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率先拿出行动 规划于14日举办公开听证会 检视美国阿富汗撤军过程 根据参议院外围会网站 目前布林肯是唯一猎席证人 还不确定之后会不会有其他官员出席 拜登8月16日坦诚 阿富汗沦陷速度比美方运期快 但他将原因归咎于阿富汗政治领袖 与军队不抵抗 自己缴械投降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贾穆希德 昨天表示 阿富汗临时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内成立 贾穆希德说 成立临时政府就具备未来 对政府框架进行改革的余地 新政府将是包容性的 将会邀请前政府军事人员 加入新的安全部门 他还表示 来自卡塔尔 土耳齐 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技术团队 在帮助恢复首都 喀布尔机场的运营 机场将在不久后 完全恢复运营